武侠小说里才有的蝎子神功,竟然被这个叫大超的男人练成了,你看,江湖上失传已久的蝎子功让他练得出神入化,据说已经练到第九层,除了蝎子功,他还会几百个绝招,如此厉害的武林高手却是腿有残疾的人你敢信吗? 仔细观察,不难发现,他的左腿异于常人,没办法像正常人一样行走,也正因为腿的毛病,年少的他外出打工四处碰壁,没有老板愿意用它,没办法,只能回到农村老家和父母一起务农,农活不忙的时候玩玩手机,当他看到别人随随便便唱个歌跳个舞,就有几万个红心点赞的时候,他羡慕了。 但是对于没有才艺的他怎么办呢?这是想起小时候的大侠梦,他也知道,对于腿脚不好的他来说会很难,甚是补不可能完成的事情,可是一想到年迈的父母,做儿子,再苦再难也要试一下,腿脚不行就用手练,经过几年坚持不懈的摸索练习,他不光练成了多种绝技。 而且,发布在网上的视频也受到众多网友喜欢,喜欢的不仅是他高超的绝活,还有他坚韧不拔的男子气概和身为儿子所表现出的责任担当。 屏幕前的您觉得大超的绝活怎么样?值得您点个赞点个关注吗?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